觀眾朋友 多少果粉忠心期盼來啦 蘋果昨天應該說今天 居成的這個發表會 正式公佈了全新M4版本的iPad Pro 賣得還挺貴的一台共賣賣你 9萬塊 頂級的這麼貴 因為它直接跳過M3 搭載M4晶片 最新的晶片首度 存在iPad上面 我們就問蘋果搶工AI商機 是不是真的急了呢 AI能做到什麼程度你一定想 類似女王看過嗎 絕美的雪景原來就是AI生成出來 直接在吹滿冷氣的虛擬攝影棚 及時為你合成 今天師從帶我們看到 從蘋果到五角大廈 你想得到的AI應用 居然都繞不過台積電 沒錯 是蘋果的Land Lose 就是讓它放飛吧 這個線上的新品發表會來說 這次發表了新的iPad Pro 還有iPad Air這個產品 當然這個產品來說 大家之前都預估到了 不過比較特別的是說 這一次它在這個 所謂線上發表會裡面來說 展示了這個M4 就是M4的晶片 事實上它是用所謂的台積電的 3奈米所代工的 那這個比較不一樣是什麼呢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蘋果用在這個 手機的是A系列處理器 然後用在平板 或是說MacBook 這個所謂筆記型電腦的話 是M系列的處理器 它M系列處理器 最新的都會用在 所謂過去的筆電上面 但它這一次最新的M4 它破天荒了 把它用在iPad Pro上面 所以是iPad裡面來說 第一次用在最新的這個晶片 那這個iPad Pro 是用所謂M4的晶片 那iPad Air是用所謂M2的晶片 那它預估是什麼呢 它預估說2023年來說的話 整個 因為我們到目前為止 在這個所謂Ped系列的產品裡面 蘋果試占率是最高的 它目前為止試占率高達這個40% 所以也就是說 搶佔這個AI的邊緣運算裡面來說 iPad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產品 那不過講到台灣人呢 我們最關心的當然是這個M4晶片 這個M4晶片 因為是用台積電的3奈米代工 所以當然啦 對台積電來說的話 今天來說又是股價 有個激勵的這個作用嘛 那它這一講到就是說 M4晶片的這個晶片效能呢 比上一代 因為上一代的這個iPad 是用所謂M2的這個晶片 那比上一代的M2 大概怪大概1.5倍左右 然後GPU的這個效能 快4倍左右 而且僅需要一半的這個耗電量 那我們就知道說其實 GPU的這個效能比較快 你就知道說 它在影像處理 或是在推理上面來說 可能都會非常好 所以也就是說 它還搭載了所謂的 這個神經的這個網絡引擎 那每一秒的話 可以有38兆次的這個運算 所以也就是說 比A11的仿生晶片 還要快60倍 那它包括說 像可以即時字幕 我們講什麼東西 它可以出現字幕 然後可以圖像查詢 我可以用圖像 去查詢我要的這個東西 所以它雖然沒有展示很多AI 但是你可以看到 從這個晶片 看到這個未來蘋果 往AI快速發展的 全部的它的野心 來得及嗎 野心這麼大 因為在AI的這個戰場上面 現在眼看要讓NVIDIA 贏者全拿 蘋果現在要殺進來 它要後發現制 靠的除了蘋果自己的設計 還有台積電的晶圓製造 沒錯 根據這個目前 華爾街日報的這個報導是 蘋果要自己研發它的AI晶片 它的AI晶片 它有一個代號 叫做ACDC 那ACDC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Apple Chips and in Data Center 就是蘋果自己 AI的這個晶片 那它這個晶片來說的話 目前只是找台積電 互相來合作 所以這個晶片 一定是台積電要吃到訂單 那為什麼這個樣子呢 因為其實各家廠商 都想要擺脫揮打的這個智軸 因為為什麼因為揮打 在整個這個市佔率太高 它目前在AI晶片來說的話 75% 那這還不加計 所謂的其他跟廠商互相合作 所以它等於是一家獨大 所以我們看到事實上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蘋果要自己發展 Google也想自己發展 然後這個AWS 就是亞馬遜也想自己發展 然後微軟也想自己發展 那Meta也想自己發展 大家都想要擺脫揮打 可是大家注意到嗎 就像你看後面代工的都是誰 都是台積電 台積電 台積電 台積電才是贏者權 也就是說你根本你要擺脫揮打 但是你還是擺脫不了台積電 好 那我們就講 為什麼大家要發展這個東西呢 大家都看到這個類之女王 金智元 跟這個金秀賢的這個戲 那這戲裡面來說 當然它有很多場景 非常的浪漫 那尤其是我們看到這一幕 這一幕是女主角人 她站在這個雪地裡面 然後後面是森林 然後下著這個大雪 各位你知道嗎 事實上這不是真的出現 這是假的 這個是啊 她其實人在前面 但是後面那種 雪的這個場景 或是很多場景 這都是用AI生成的 也就是說 他們為什麼能夠這樣做呢 他們想辦法 在我們有一個參考影片之後 用更複雜的方式 把它做出了雪景的 這樣一個情形 騙過了我們的眼睛耶 那沒有 除了這個 除了這個雪景之外 還有另外一幕 另外一幕是他們坐在車上的時候 坐在車上的時候 哇 坐在車上你看 他們這是我們幕後看到的花絮 但如果你在電視中看到的是說 他們不斷地在街頭中間 這個行走的過程 然後還有晚上的這個畫面 晚上的話 這個首爾的街頭 街道裡面都看得到 那旁邊那 過這個大橋的時候 漢江大橋的時候 上面還有非常多的車 所以我跟他講 這都是AI的 這都是AI做出來的 鏡面的反射 車子的這個 金屬板機的反射 都是AI啊 對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 未來AI在圖像處理 這正在影音產業來說 已經有一個非常龐大的應用 不過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 巴菲特他也有說 AI其實是核武 他認為說這個其實 對我們人類的傷害非常大 是 那他講的不是假的 你看最近一段時間 中國跟美國的外交官 他們居然在日內網 他們針對AI用於軍武的 這個限制舉行 作為試驗性的談判 那你知道事實上 為什麼這引起大家注意 過去他講到說 我們中美來削減核武 或是以前冷戰的時候 美蘇要削減核武的時候 大家都心不甘情 中國才不理你了 我好不容易發展這個 但是他們兩個 就為了AI用於軍武來說 他們要坐談 要坐下來談 為什麼要坐下來談 就像你知道嗎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美國跟這個中國 他們都有在做兵推 那兵推來說的話 當然未來所謂的AI模型 當然是越來越重要 對不對 但因為AI模型 這個兵推 因為我們未來可能下達作戰 搞不好都是AI嘛 結果他們用兵推之後 發現到一個非常誇張的狀況 兩個國家一言不合 中美一言不合的時候 AI會下一個命令 那就發射核彈吧 最後都走向這一步 所以等於是說 AI對人類未來生存的威脅 更勝於核武本身 對 所以你不公知的話 未來他們的AI處理的方法 就是我給你幹掉 就是這樣就給你幹掉 所以那事實上這是不行的 所以他們兩個為什麼要坐下來 談一談說 我們要發展這個 AI用於軍武的這個狀況 好那我們就講 AI用於軍武現在已經有了 我們到今年年初的時候 不是約彈去攻擊美國嗎 那美國就很不開心 就說我要攻擊這個伊拉克 跟叙利亞非常多的 你們伊拉親衣民兵的這個據點 可是我想就這樣你知道嗎 他在30分鐘之內 就這樣幹掉了85個目標 而且都是精準打擊 你知道這多不容易嗎 你看那麼多民兵在這個地方 大家四處逃出來 你怎麼知道 因為他們有個馬威計劃 馬威計劃就是把所有 虛擬世界我能夠收集到的訊息 這個訊息知道到我們的 Data Center之後 我們馬上可以判斷 這個是民兵 這個是民兵 那個是民兵組織 那個是民兵組織 然後用非常最快的速度 我在這個地方 我要用什麼地方打擊 譬如說我這邊已經有 美國的這個軍 這個所謂飛彈 我就用這樣飛彈發射過去 這個地方我用砲擊可以打得到 這個地方我用轟炸機可以轟得到 所以30分鐘之內 85個目標完全搞定 嚇死全世界 你要派飛轟炸機 也就是說被轟炸命絕的那些對象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怎麼死的 全部任務完成 對而且30分鐘就發現敵人幹掉 就這樣完全解決 好那就是AI的力量 好那除了這個AI的力量來說的話 好那最近的俄烏戰場上面來說的話 這個對烏克蘭來說 他們覺得 真的有一個自保出現了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F-16 因為主要是烏克蘭的空軍司令 賽出的照片 就說他們停在烏克蘭的這個西保裡面 那到底是真還是假 送進來了嗎F-16 對那當然了 這個對普丁來說是不能夠忍受的 他說這是核武的威脅 他把F-16比喻成核武 他怎麼反應這麼劇烈 對為什麼反應這麼劇烈 當然F-16有非常大的戰鬥力 但是他們更怕的是什麼 因為美國最近在測試這個F-16 讓它無人化 我們看到說他們的空軍部長 都親自上陣了 親自上陣的時候 他覺得這個真的太厲害 比我們飛行員都還要更厲害 所以他們怕的是什麼 美國也可能把這個 我們知道 美國不是都把最新的武器用到 這個烏克蘭戰場測試嗎 這個會不會實戰化 第一次實戰化就出現在烏克蘭 這是俄羅斯相當擔心的 好那我們講那麼多AI 當然這是對這個國際的局勢來 大家都說AI一定會改變生活 但是對我們台股來講 當然最重要就是看我們台股的表現嘛 那我們剛才講到 任何廠商都繞不過台積電 所以你看台積電今天呢 昨天在800 今天802收漲2塊 那你還要為了還會不會再繼續漲 大摩把目標價看到928 那也就是說如果牛市的話 甚至不排除看到1180元 哇再往上調了 對那當然連同的這個鴻海也是一樣 大家都一直在往上調 好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整個目前的業績來說 AI業績為什麼好呢 除了台積電啊NVIDIA那些的廠商之外 AMD也公布他的財報 他第一季的這個營收資料來說 營收部門來說 營收23億這個資料中心 年增80%你就知道說 這個成長動力是相當強的 甚至他認為說 今年的AI晶片來說的話 從原本預估的35億增加到40億 然後他的晶片誰做的 台積電做的嘛 所以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你國際中美之間怎麼炒 這個AI的這個狀況 然後這個美國怎麼運用AI 或是說國際大廠什麼在AI裡面 商機裡面廝殺 但是說到底 最後的受惠者可能都是台灣 五七爆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來了 謝謝大家 是你們的訂閱數 加持了我們 讓我們在4月6號中午過後 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點到11點 他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我要跟大家當健康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爆新聞 君相還有優秀的五七爆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咱噴咱噴咱噴 上面 不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